咱们今天说一件2015年发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惨案 2015年1月27号 吉林省吉林市这一天是异常的寒冷 有一个人叫张雪 他急匆匆的走进小区直奔婆婆家 到了五楼 他拿出来钥匙 打开了房门 一进去大厅里面没人 小屋门是关着的 大屋的门是开着的 进屋之后 张雪就发现小房间没人 大房间也没人 这时候他走向了洗手间 到了洗手间之后 他发现他的亲人们倒在了血泊之中 半年之前 张雪为了女儿上学 一家三口搬来婆婆这边住 可是现在他看见自己的婆婆和七岁的女儿倒在面前 不省人事 而住在另外一个小区的小叔子 此时此刻也躺在了这个卫生间里 早就没有了生命迹象 他们就是这个普通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家庭了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张雪看到之后吓坏了 立刻拨打了120和110 赶到案发现场的 是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刑警队 技术侦察人员立刻展开勘察 而其他民警呢 也对家属周边的情况进行了走访 现在第一目标肯定是尽快的确定凶手 中心现场是在卫生间和厨房 那个男尸也就是张雪的小叔子 是俯卧在卫生间的 头部周围的地面呢 有着大量的血迹 外伤主要集中在头部 老太太呢 也就是张雪的婆婆啊 她是右侧 卧躺在厨房的地面上 这厨房呢 跟卫生间是挨着的 她的伤啊 也主要是刀伤 小女孩呢 倒在老太太的身边 前胸啊 有一处刀伤 在太阳穴部位 就是镊部啊 有一处钝性伤 在警方进行勘察之前 已经有120的救护人员 进入现场抢救了 凌乱的足迹啊 也给现场勘察 带来很大的困难 但是警方还是发现了 嫌疑人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散落在死者周围的呀 有用来擦拭血迹的物品 有毛巾 有抹布这些东西 那么警方就根据物证来推测 嫌疑人应该是对 现场进行了处理 希望掩盖自己的作案痕迹 在沙发旁边啊 有烟头 餐桌上呢 有带血的面板 也有零星的指纹 这些物证都被收集上来了 正在进一步的检验 而就在这时 有一张遗落在案发现场的身份证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身份证信息显示 这个人叫郑勇 1961年出生 是吉林市人 那么这个郑勇是谁 他的身份证 怎么会一落在案发现场的 正在此时 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监控的民警 也有了发现 发现有一个男的 在单元门口 徘徊了几秒钟之后 进入了单元门 进去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男的又走了出来 案发期间呢 只有两个人 出入过这单元门 两个人其中之一 就是本案的被害人张雪的小叔子 那么另一个人就是这男的呀 小叔子已经死了 那么这个黑衣男子就具有很大的嫌疑 民警经过仔细查看监控画面 发现这个人呢 就是郑勇 办案人员立刻在人口户籍信息网上 进行查找 可是在信息库里 查不到这个人的人口信息 也就是说 这张身份证是假的 这郑勇的疑点进一步上升 不仅如此 警方还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推断 这个人和被害人一家 很可能是熟人 案发现场 很多痕迹都能够支撑这个结论 因为啊 案发现场住的这楼层还挺高的 从窗户进入房子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它不像是二楼三楼 你容易爬上来 加上房门的门锁是完好的 没有被撬的痕迹 所以当时这个黑衣男子进屋 应该是用钥匙开的门 或者是敲门进去的 家里一共是有三个被害人 一个老人 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男青年 照理说 一个人想杀三个人 可不容易啊 最起码你得有打斗吧 你得有这种搏斗的痕迹吧 但是现场没有 这也就是说 案发的时候 那个郑勇显然是利用了熟人的身份 偷袭得手的 只是他跟被害人一家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 这些情况 问问张学也就知道了 但是 面对着此时此景 张学的情绪早就崩溃了 是处于一个失控状态 面对民警的询问 张学一言不发 谁的家庭出现这种情况 作为家属来说 肯定是万分的悲痛 警方只能继续追踪 这个郑勇的逃离轨迹 这时候又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 这个郑勇啊 从现场出来之后 乘坐了一辆出租车 他让那个出租车司机呢 拐进了一个小区里 拐进小区之后 出租车就停下了 他呢 就下了车了 下来以后 在小区里转了一圈 又出来了 重新换了一辆车 这个黑衣男子的行动路线 是十分迂回的呀 他这一路上 什么事情也没做 但是快速的变换交通工具 本身这种行为就很可疑 案发之后的第二天 吉林市的很多市民 都收到了一条微信 吉林市公安局 重金悬赏通缉 作案凶手 在这个官方的悬赏通告里啊 放上了监控视频 捕捉下的嫌疑人的画面 逃跑的时候 嫌疑人上身穿着黑色 戴帽子的棉服 下身呢 穿一条深色裤子 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 在这悬赏通告里 是这么写的 此人极其危险 为了防止再次作案 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发现此人 请立即报警 而其实啊 就在这条官方微信 发出去之前 警方已经有了重大的收获 因为极度悲伤 而陷入崩溃的张雪 此时此刻 也渐渐平复了情绪了 他向警方啊 说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这个郑勇 张雪不仅认识 还在郑勇离开的时候 撞了一个正着 那么咱们把时间 拨回到案发当天 下午两点十七分 张雪呢 往婆婆家的坐机啊 打了一个电话 当时呢 她是要去婆婆家 接自己的闺女 因为那天呢 有一个课外辅导班得上 张雪就想着 让婆婆把孩子送下楼 张雪接上孩子 赶紧就去上这辅导班去了 但当时电话没人接 为了女儿上学方便 张雪和丈夫女儿一家三口 是半年前就搬过来住的 她跟丈夫啊 早上起来就上班了 家里呢 只有婆婆和女儿 一分钟之后 张雪又打了一次 电话响了两声 被接听了 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电话里面呢 这个男的就说 是我 你妈跟我生气了 在那卫生间生气呢 对了 你妈那心脏病又犯了 打完这电话呀 张雪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也担心婆婆身体 确实出什么情况 婆婆身体呢 平时确实不好 赶紧给小叔子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张雪就说 你在哪呢 小叔子就说 我要去妈家 在道上呢 小叔子呀 正好是往自己母亲家去着呢 哦 是妈给你打电话了吗 然后小叔子就说 没有啊 哎呦 你快回去吧 你哥呀 今天有事 别给你哥打电话 他今天呢 有个考试啊 我马上也回去了 他呀 给小叔子打完电话之后 自己也赶紧往婆婆家赶 警方在结合监控录像梳理线索 在监控画面里 郑勇是2点08分进入的单元门 2点18分 张雪的小叔子进入了单元门 10分钟之后 也就是2点28分 张雪进入了单元门 走到三四楼附近的时候 郑勇急匆匆的迎面下来 当时郑勇就说 我走了啊 张雪呢 还回了一句 哦 你走啊 然后张雪就直接上楼了 半分钟之后 郑勇从单元门走出来 张雪进了现场之后 小叔子也已经被害了 这也就是短短十几分钟之内 发生的事情 足以证明 这个男的就是作案凶手 那么这男的到底是谁呢 这不是别人 正是张雪婆婆的亲弟弟 是张雪丈夫的亲舅舅 这个郑勇呢 六十岁左右 一米八左右的个头 留的是一个平头 头发也稍微长 那么一点 中等身材 张雪随后也看了 落在现场的 那个叫郑勇的身份证 照片正是舅舅的 而为什么正勇没有户籍信息呢 因为他曾经犯罪入狱了 刑满释放之后 还没落户口呢 除此之外 张雪对这个舅舅 是一无所知 更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置自己的亲人于死地 一个是自己的亲姐姐 一个是自己的亲外甥 还有一个是亲外甥的女儿 据张雪说呀 平时呢 郑勇也没工作 自己在外边就是招摇撞骗的 自己整天装的挺有身份 接触了不少人 但是他跟别人接触 很少报自己的真名 吉林市公安局 了解完了相关情况之后 全力追捕 127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 郑勇 警方啊兵分几路 一路人马 是围绕郑勇的社会关系 进行深入的调查走访 另外一些人马呢 就是在客运站呢 火车站呢 这出城口的方向啊 设下不空 力争拦截犯罪嫌疑人郑勇 还有一路人马 对全市的旅店 洗浴等住宿场所 进行全面监控 同时呢 通过各级官方媒体 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等媒介 发布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 等相关信息 悬赏击凶 在发动社会力量的同时 组织全市的警力 不间断的开展清查行动 地毯式的搜捕犯罪嫌疑人 很快一条条线索 就都反映到了专案组织 据群众举报 说有一辆开往长春式的公共汽车 在这车上嫌疑人陷身了 就是他作案的时候走的那个样子 这也就是说 郑勇很可能到了长春了 所以警方啊 就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长春 可当民警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发现嫌疑人郑勇十分的狡猾呀 上车以后 马上又下车了 根本没在公交车上停留 他就上去点了一个锚 立马就下来 为的就是给警方破案 设下障碍 所以警方分析 这人就是故意的呀 在进一步的追踪调查的时候 警方还发现啊 这个嫌疑人做出了一个什么举动呢 包括穿的衣服啊 随身携带的手机啊 其他的物品呢 挑选不同的地方来进行丢弃 甚至手机和那手机卡都不扔到一个地方 把卡拿出来 手机扔一地儿 卡再扔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是想着把警方的正常视线转移到这些地方 警方啊 是在长春新农山镇的一辆公交车上 发现的嫌疑人手机 在吉林市佐家镇发现的手机卡 在佐家镇到九台镇路上 发现的嫌疑人的衣服 线索是不断 但是这些线索往往查到最后 也就断了 尽管如此 警方还是异常的珍惜这些线索 甚至刑警大队长 24小时手机不带关机的 半夜睡觉的时候 有热心群众打过来电话提供线索 那也得老老实实赶紧记下来 赶紧侦查 但是嫌疑人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民警们就感觉此时此刻是异常的紧张 他都能对他的亲姐姐下此毒手 那么他在逃亡过程之中 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在没有钱的时候 那会做出来什么呀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啊 警方对跟他有关系的人呢 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走访调查 并且也有一些措施 第一个是保护好人家的人身安全 第二个也是怕嫌疑人郑勇 真的回来跟他们联系 就在警方四处搜捕的时候 在市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一双眼睛正在紧盯着面前的大门 那扇门里有他的仇人 而这门里的仇人 就是他郑勇下一个要消灭的目标 这个人是谁 跟郑勇又有什么深仇大恨 这一次能不能把郑勇顺利抓获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就在警方全力追捕郑勇的时候 郑勇啊 正在一个大门前面紧紧的盯着这扇大门 这大门里面就是他的仇人 他这回重新回到吉林 就是为了消灭这个仇人 郑勇啊 有三个姐姐 一个妹妹 自己呢 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 郑勇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挥霍浪荡啊 整天的没正行没正事 后来因为交通肇事罪 入狱服刑 出狱之后呢 他总是说自己是行走江湖 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坑蒙拐骗 他在外边啊 骗了不少的钱 甭管是亲戚还是朋友 骗起钱来的时候 一概不留情 所以啊 很多人都急着找他 这样呢 他的手机号就经常换 但凡跟他接触过的人 最后不是被他骗了 就是跟他断绝关系了 郑勇因为诈骗 前后又经历了两次处罚 重获自由的时候 郑勇已经五十多了 日子是越过越不行 就在案发前十天 他呀 再一次去到了自己大姐家 家里呢 就只有大姐 还有大姐的小孙女 郑勇开门见山 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你这生活条件挺好 这么着 你给我点钱呗 我看病去 之前前一年年底呀 郑勇发现腿上长了一个肉瘤 到医院检查之后 得到的建议是得开刀治疗 但是以往骗来的钱 早挥霍一空了呀 这时候就想到了 在姐妹里家境最好的大姐 大姐就跟郑勇说 郑勇 你这病治不治都一样啊 啊 何必去医院费那钱去呢 这话让郑勇听完之后啊 心里是霸凉霸凉的 听到这儿 各位听友可能说了 这大姐心也太狠了 有这么对亲弟弟的吗 这是郑勇自己混到这步田地的呀 家里人哪都很反感郑勇 郑勇整天的什么也不做 事实上 这回到医院检查 就是大姐陪郑勇去的 查出问题之后 也是大姐看他无依无靠的 让郑勇来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 就在住的这段时间里 郑勇的种种做派 让人烦的都不行了 所以第二次郑勇再要过来住的时候 大姐就跟他说了 你找个地方吧 意思呢 就是别住我家了 可郑勇啊 从小就娇生惯养 自私自利了一辈子了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案发前一天 郑勇刚从朋友手里 骗了一张银行卡 结果到银行柜台这么一看 里边就五十块钱 给郑勇气的呀 取款机里边这五十人都取不出来 后来还是到柜台 把这五十块钱取了出来 吃了一顿饭 买了一张彩票 买了一把菜刀 就敲开了大姐家的门 郑勇这回来了 就跟大姐说 姐 我先借一万 我得检查去 看是不是癌症 要真的是癌症 以后我也死心了 就拉倒了 要不是癌症 那治不治也无所谓了 大姐就说 我也没那么多钱呢 确实啊 大姐别看啊 家境对比郑勇他们算不错的 那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啊 张勇啊 并不能体谅大姐的难处 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他就认为 我这有困难了 那你就得帮我 哪怕我没困难 我给你要钱 你也得给我呀 他认为大姐啊 这就是把他往绝路上推 姐弟俩呢 就吵了起来 在争吵期间 大姐的心脏病 可就犯了 就坐在了沙发上 大姐就跟郑勇说 郑勇 你赶紧走吧 要不一会儿老二来了 没你好果子吃 就在这时候 老太太的二儿子 已经开门进屋了 进去一看 自己母亲就在沙发上坐着呢 明显是犯病了 肯定就是让舅舅气的呀 他就损了舅舅几句 大姐的儿子这一来 大姐呀 也更激动了 把这郑勇 也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这母子俩 可算是把郑勇 给彻底激怒了 他最终拿起刀来 就犯下了这样的罪恶 然后从大姐家 翻出来了两千块钱现金 连夜逃出吉林 为了不让警方抓住 他到大连这一段路上啊 换了七八趟车 十天以后 他又悄悄的回来了 潜入了人群之中 这回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是回来要杀仇人的 这回郑勇盯上的这户人家 就是他的仇人 他呀 就在门口 左右徘徊着 随后犹豫着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在拨通电话之后 吉林市高新区 恒山西路的一家超市里 一场劫持人质的事件 即将发生 2015年2月10号 也就是案发之后的第15天 当天下午2点半 高新派出所的民警们 得到命令 即将出警 为什么呀 因为民警知道 郑勇在高新区出现了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 主办此案的龙潭分局刑警队 接到嫌疑人 郑勇的亲友举报 说郑勇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出事了 把人给弄了 专案组分秒必争 随后锁定了郑勇的行踪 全市警力呀 大举出动 对高新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重点的揭露小巷啊 小餐馆啊 都进行了排查 民警们开着警车 走得非常慢 有一些废弃楼啊 一些酒吧呀 旅店呢 一个也不放过 都得下去查一查 路上的行人 但凡看着有体貌特征 比较接近的 或者是单独自己一个男的的 这都得上前询问一下 警方排查工作 就进行了六个小时 每个民警 对郑勇的体貌特征 早就烂熟于心了 他们要找的目标 是身高一米八左右 五十岁上下 然后呢 身体很魁梧 穿着黑色棉袄 黑色裤子 民警有预感 嫌疑人就要出现了 咱们再来说郑勇这边 郑勇啊 在高新区一个不起眼的街道上 慢慢的往前走着 他在干嘛呀 找仇家呢 他在仇家经常出入的场所 描了很久了 可是没发现仇家的踪迹 这个仇家啊 原来跟他其实是挺好的朋友 他跟那个人呢 经常一块出去骗去 骗来的东西啊 据说都让这个人给独吞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朋友 就是他的仇人 还没等到仇家的郑勇啊 很焦虑 他呢 大着胆子给亲戚打了电话 问了问前妻和儿子的情况 想听听儿子的动静 逃亡了十五天 郑勇身上 只剩下四十块钱了 放下电话 买了一张彩票 转身进了一个小诊所 就说感冒打针 郑勇啊 就跟大夫说 我钱也不多 就四十来块钱 大夫呢 给他开了四十五块钱的药 郑勇拿出来四十 大夫说了 哎 没关系 我帮你把那五块钱垫上吧 不说这话可好 这大夫明明是好心 可这一下子呀 把郑勇给惹毛了 郑勇就想 这大夫有病啊 他给我垫上 他也不认识我呀 他肯定是看见什么新闻了 他一会儿是不是想着给我打一针 把我稳定下来 然后把我给逮住 对吧 吓得郑勇啊 药也不敢拿了 赶紧就逃到了人群之中 就离这不远的地方啊 有一个超市 这超市的老板娘跟老板 一边看店 一边呢 就在那翻手机 看微信 在朋友圈里 他们又看到了 这个案子的通缉令 老板娘呢 随手就转发了一个 几分钟之后 老板娘回家了 老板的二哥过来接班 哥俩呢 一前一后 就在超市里边看店 兄弟俩不知道的是 此时 距离他们店一百远的地方 一个黑衣男子 还有五个民警 即将狭路相逢 高新区派出所副所长张连庆 带着民警们 已经整整搜索了六个小时了 当时警方啊 在车上从横山西路 从西往东走的时候 发现路边 慢慢悠悠走着一个人 身高啊 衣着呀 都跟排查的嫌疑人 比较符合 于是呢 这所长带着民警们 就下了车 向着这个男的 就走了过去 这男的呢 见警车停下之后 也不往前走了 就站在那 民警呢 就问他 你叫什么呀 他就说呀 我叫李平 是光明小区的一个住户 你身份证呢 哦 我生病了 出来的着急 身份证也没带 这个男的呀 当时戴着一个帽子 民警呢 就让他把帽子摘下来 然后一看这照片 哎呀 什么李平啊 这明显就是郑勇啊 就在这时候 郑勇也知道 藏不过去了 赶紧掏出刀来 就捅向了民警 刺伤了一名民警之后 转身就跑 另外一名民警 赶紧冲上去就追 俩人就撕打在了一起 民警赤手空拳 可郑勇 手里边拿着刀呢呀 他冲着这个民警的肩膀 扑刺 又是一刀 这时候啊 郑勇就窜进了街角的超市里 超市里边 老板兄弟俩 一前一后看店呢 一个人影快步跑了进来 老板还以为是来客人买东西呢 可没成想 来了一名凶手 郑勇手里边 拿着一把六十公分长的尖刀 随时都可能会危及到 这老板兄弟俩的生命安全 超市里头啊 空间很小 货柜什么的 摆放的很密集 如果说劫持的话 确实不好解救人质 而郑勇的想法 正是如此 老板哥俩 一看见这人拿着刀 就意识到不对劲了 上去就跟郑勇 撕打在了一起 郑勇毕竟已经六十来岁的人了 他不如这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厉害呀 不过毕竟他手里边有刀 哥俩呢 把这郑勇啊 就推到了卫生间那 然后呢 就要抢他那把刀 郑勇这时候 看旁边有酒瓶子 一边啊 那手拿着刀招呼着 另一边呢 就想着抄酒瓶子砸人 得亏这时候 民警一拥而上 把郑勇捉拿归案 全程通缉了15天 犯罪嫌疑人郑勇 终于落网 而那天抓获郑勇的民警 就在给他戴上手铐之后 也住进了医院 一名民警右脚踝受伤 另一名民警左上臂受伤 左手中指击剑被砍伤 差点切断了神经 犯罪嫌疑人郑勇归案 人心惶惶的吉林氏 也终于再次回归平静 最终郑勇也因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